尊敬的万刚部长 苗维部长 尊敬的泰特·罗普森先生 尊敬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工程师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由国际汽车工程师学会联合会 与中国汽车工程学会联合主办的 第34届菲西党世界汽车工程年会 及展览会 在降于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 中国首都北京隆重召开了 在此我代表菲西党2012年组织委员会 对在百忙中参加年会的 科学技术部万刚部长 工业和信息化部苗维部长 中国科学技术学会陈希书记 和各位领导的光临表示最真诚的感谢 向国际汽车工程师学会联合会主席 Tether Robinson先生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汽车工程师 专家学者和企业家朋友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纵观世界汽车发展历史 新材料新工艺的发明与应用 生产技术的进步与完善 管理技术的创新与变革 始终在推动的汽车工业的持续进步 世界汽车的发展过程也是汽车技术 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 科技创新已经成为 并将永远成为汽车工业不断发展 壮大的不懈动力 由全世界37个国家汽车工程学会 组成的国际汽车工程学会联合会 在全球拥有17.5万名汽车工程师会员 被誉为汽车技术联合国 是汽车界科技创新成果展示 与信息交流的重要平台 每两年一届的年会 是全球最富盛名的汽车工程技术大会 吸引着数千名来自世界各国的代表参与 是国际顶级汽车技术交流平台 和知识共享平台 为推动汽车技术的全面进步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当前 世界汽车工业正在进入一个 前所未有的技术创新时代 一方面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能源紧缺 环境保护 道路安全 城镇化建设和人口老龄化 等制约性因素 给汽车工业带来了严峻挑战 另一方面 诸多挑战也成为了 汽车技术创新的原动力 推动全球进入低碳时代 为世界汽车工业可持续发展 带来了新的机遇 本届 这套年会的主题是 更绿色 更安全 可持续低碳时代的汽车交通 这一主题 继承了汽车工业不断创新 与变革的发展理念 适应了广大消费者 与时俱进的市场需求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趋势的形成 与深化 发展中国家的汽车市场 正逐步成为 推动世界汽车产业 持续进步的新生力量 作为新兴汽车市场代表的中国 2011年产销超过了1800万辆 世界市场份额超过了24% 连续三年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 在世界汽车市场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中国汽车市场 因其地域广阔 消费群体层次众多 和相对复杂的气候 与使用环境等因素 对汽车设计与发展 提出了更多新的要求和挑战 这不仅需要中国汽车工程师 进行深入的研究 也需要世界优秀汽车工程师的广泛参与 中国需要了解世界 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国 在中国北京举办Fijita 2012年会 就是把这一祥与全球的 国际汽车技术盛会带到中国 同时也把优秀的 国际汽车工程师带到中国 深度认识和了解中国汽车产业 让国内外汽车专业 学者和企业家 进行深入广泛的交流学习 共同促进中国与世界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 本届联会将会通过丰富多彩 行事多样的活动 与在座的来自全球 四十多个国家的 两千余名代表 共同诠释 更绿色 更安全 可持续低碳时代的汽车与交通 这一主题 活动主要由技术年会 学生和青年工程师活动 专业展览 技术参观 社会文化活动 等五大板块内容构成 其中 技术年会将包括 十个技术分会和七场 专题分会 十个技术分会 覆盖了汽车内燃机技术 未来汽车动力 变速器 电子 设计于测试 安全 底盘 制造 NVH ATS 等各个领域 年会科技委员会 从全球提交的 一千五百余篇论文中 优中选优 精选出 三百八十篇 优秀论文 在十个分会中 进行交流 代表了 汽车界的最高科研成果 和技术水平 七个专题分会 聚焦全世界 汽车未来发展 面临的挑战 及解决方案 是斐塞塔年会 历史上 最为丰富的 专题活动 本次年会的 另一个亮点 是同时同地 举行技术展览会 共吸引了 包括大众 奥迪 丰田 通用 中国一气 北汽 吉利 波士 电装 文采 维采等130多家 全球知名的汽车 和供应商 企业的 广泛关注 和积极参与 覆盖 新能源汽车 动力总成 汽车电子 车身 和关键零部件 汽车生产与制造装备 等主题 突出 突出汽车 汽车关键技术 和创新技术 着力打造 专业完整的 汽车技术 全产业链 是具有汽车 未来技术发展 风向标特色的 专业技术展览会 各位嘉宾 世界经济 已经进入了一个 科技创新 加快推进 产业结构 加快调整的 重要时期 全球汽车工业 已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迫切地需要 坚实的科学基础 有力的科技支撑 与与时俱进的 技术创新 在这关键时刻 第34届 菲西大汽车 工程年会 即展览会 在中国北京举行 无疑将为汽车工业 科技创新 和产业结构调整 增添巨大的 推动力量 为世界汽车工业的 可持续发展 探索新的前进道路 祝朋友们身心愉悦 交流充分 成果封锁 祝菲西大 2012世界汽车工程年会 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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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